清邁清了泰國國王快運 所以後來國王才請師父 雕像曼谷那一尊養 還給我們清蘭 迎來那尊玉佛是清 他們說是清蘭的財產 可是這尊玉佛是在很多年前 幾千年前是在印度國家 是有人叼這尊玉佛送給後來的佛母 結果他們又借到另外的天師 所以那個城市剛好是要做傳奇的 剛好發生事前 這尊玉佛就流到 一直到寮國 到寮國後來在七百多年前 這個姚國跟清蘭 喇娜朝代的時候是結伴兄弟國家 所以就請到清蘭來 清蘭來後 他們清蘭的國王 就怕所有其他的國家來幫他搶走 所以他就幫他藏在那個塔 用石灰幫他包起來 藏在塔上好幾年 再過來就是1434年的時候 這個塔被雷打 就打得裂開來 剛好是掉出來一個白白的 所以他們這個青蘭的人民 就去幫他緊過來 然後剛好他的鼻子那裡就有裂開來 他們就看到什麼東西裡面是綠色的 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敲出來 是一尊玉佛 然後就共拜這個寺廟這裡 等一下你們可以去看那個塔 可是那個塔已經重新裝修過了 共拜在清蘭後 然後就在1778年到1778年 這個蘭納朝代結束了 規劃就規劃給曼谷 就變了整個泰國 所以這個首都在曼谷 就幫這一尊玉佛 遣到這個曼谷的義佛施公拜 結果後來我們的清蘭的人民就說 那尊玉佛是清蘭的財產 一直就在曹 剛好我們這個九世皇的媽媽 就叫黃太后 在那個九十歲的那一年 剛好是這個加拿大送給國王的一塊玉 就請師父來雕像那一棵一樣 那一棵一樣就還給這個清蘭 所以清蘭人民也能接受下來 這就是叫義佛施 義佛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清蘭那邊 也有公拜過一陣子 然後再請到曼谷 雖然這一尊可以拍照 可以看得很近 可是沒有曼谷那一尊漂亮 它的玉的顏色 所以各位到那邊可以去再看一下 有看過曼谷的 雖然這一尊可以拍照的看得很近 在曼谷那一尊很遠的 也不能拍照 然後禁忌寺廟的範圍 請大家不能抽烈 所以要遭到馬路必至於來 沒有起來的貴賓哥也起來了 滿身高的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這個清蘭的城市 全泰國路牌你看有華語嗎 那左邊有泰文有英文有華語 泰國有77個省 只有清蘭省有這個華語 其他的城市都是有泰語跟英文而已 前面左拐就到了 所以各位起來準備到達伊佛斯參觀 或者再去水果街 今天是二零一五年的七月九號 下午的十五點二十分 這條路叫信交路 信交路 信交路 called called 連結 ч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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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